大家好,这里是宝马街频道 今天是2021年3月15日,礼拜一 今天我们宝马街中心收到了移民局的通知邮件 已经达到60多分 都是关于取消预约的邮件 那么根据邮件的内容显示 截止到3月31日 包括3月31日这一天的预约 这之前的预约全部取消 那么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只能等待 等待移民局安排我们新的柜台预约时间 然后去移民局柜台更换 那么通过宝马街服务中心预约的客户 我们将会挨个的通知 如果您没有收到我们的通知 请马上联系我们 在3月31日之前 预约去移民局柜台更换居留的预约全部取消了 那么关于投资移民环境居留这一块 很多朋友也在问 什么时候可以预约 现在的情况是都是暂停预约 那么人在国内居留过期的情况下 只能通过普代亚驻中国领事馆申请签证 回来普代亚再办理这个居留更新 那么没有普代亚移民局的预约单 只能通过律师给你重新发邀请函 然后发邮件给普代亚领事馆预约时间 那么如果您在国内居留过期的话 如果不会弄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微信 那么我们可以帮你试一试联系国内的葡萄牙领事馆 进行预约等操作 那么关于4月份的居留预约会不会取消 我们尽情关注后续的发展 如果普代亚紧急状态一直持续的话 很可能也会被取消 那么取消之后只能等待 虽然移民局网站上有说到 如果紧急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邮件向他们预约 但是基本上我们发取邮件都是实陈大海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做的就是等待 好了感谢您的收看 记得关注我们 谢谢